阿露哈 都是全民喵咪的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九點的話呢 使我們隨便聊隨便打環節了 好不好 今天要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 傳奇關卡四星挑戰 那今天本帳要幹什麼東西呢 本帳今天啦 我們的9月14號 除了我們這個超國王祭以外呢 怪物蒙羊隊 又來了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超國王祭裡面的角色喔 看一下 應該是基本上啊 除了這種就是特別版的 這種就是萬聖節或是聖誕節的東西的 畫著拼是沒有以外的 基本上其他應該都有了 所以這一次國王祭的話好像蠻多這種的 就是聖誕節跟萬聖節的 而且還有那個長下的巴西 不過這次好像沒有多什麼新的角色的樣子喔 好像 好像是沒有 那裡面的話蠻推薦那個的好不好 哇 新娘跟星光沙灘綠綠丟在裡面了耶 哇 這個大家可以來湊一下喔 然後傳說稀有的話 基本上是那個 國王 這邊也有抽到 那沒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 字不在此 我們的字大概是在旁邊的 怪物蒙羊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幾個 重妹妹們對不對 我們還有一個妹妹 還沒把她帶回家 那那個妹妹呢 就是我們常常迷路的那隻好不好 這個 美少女登場 絕命美少女 怪物蒙羊隊 每次都沒看到她 究竟這一次有沒有機會看到她 雖然沒有避重 但是我們有八張金券 我們就來 試一下手機 呵呵 拜託該來了吧 加奈 可以給予黑色敵人超大的傷害 畢竟能發射烈坡喔 你該來了吧 加奈 每次都看不到你好不好 冒險家加奈 介紹了無數多事好不好 無法攻擊近處的敵人 但能夠一次攻擊 更遠處多個敵人的角色 可以給予黑色敵人超大的傷害 並能發射烈坡 然後 進化之後變成這個 大冒險加女 呃 大冒險 欸 大冒險少女加奈 無法攻擊近處的敵人 但能夠一次多 其遠處多個敵人的角色 可以給予黑色敵人超大傷害 並能發射烈坡 啊 沒問題 好 那就走起吧 不要廢話這麼多 拜託 拜託 哈哈哈哈 好啦 算了 無心流 無心流 哇 中一隻超級貓貓也是不錯的 把牌金券又不用錢 哇靠 我都該停手啦 各位 我都該停手就 不乃一離一鄉 可以 沒 哇靠 第一隻就直接中 還是中我們這個不錯的這個 法老 第二隻小頭貓 開始 翹順回歸了 笑子我們看一下這邊抽了七抽好了 七抽應該出奇蹟 第三隻 會是誰 看看一隻 哎呦 超能力媽媽 沒問題 很正常 其實中了第一隻法老 就應該蠻開心的啦 不需要再強求更多 哇 金蛋 你 你終於來啦 哇 哇今天 今天9月14號運勢不錯喔 看來 各個遊戲都應該大抽特抽喔 冒險家加奈 哇 終於 等了幾百萬年了 終於是來了各位 OMG 來啦來啦 他終於還就這兩隻 已經滿到可以換XP NP了 笑死 哇來了來了 終於終於哇 我的怪物模樣隊畢業了 各位 哇舒舒服服 太好了太好了 怪物模樣隊是在哪裡 後面嗎 哇 萬萬沒想到 終於啊 被我們抽到了 冒險家加奈 從異世界來的絕命系冒險家 走錯方向的冒絲姑娘 可以給予黑色敵人超大傷害 並能發射裂坡 太好啦 大冒險家 他可以三階進化是嗎 哇 突然會丟出伴手禮 突然會丟出伴手禮 帶回財寶與旅遊話題 然後又會再突然外出的好奇女子 可以給予黑色敵人超大傷害 並能發射裂坡 進化要什麼 受死 哇 傳說的冒險少女加奈 第三計畫後 能叫手發射裂坡 然後更獲得超受特效 哇靠 好 我跟你講 我們接下來受死 都要先給他了 哎好猛好猛欸 開神啦 他有三階進化啦 好猛好猛欸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可以先打這個 中秋節黑皮梨 這個又重製了 哇 待會我們就那個 好不好 直接讓我們那個 哇 冒險家加奈 登場 終於終於 哇他終於啃露臉了 還要4725 其實還蠻貴的 算不便宜的 算中等價位我覺得 中等價位OK 來 我們先把這個貓貓全部派出去 派出去派出去 這關的話好像就是 吃月餅塔啦 所以就還好 好不好 來來來 這邊的話都是臭老兔 直接打爛 少女來了 他在做這個寶箱 移動速度還算是 偏快的喔 可以 貓罐頭 好勒 好 沒問題 為了他 壽食關卡 打起來直接要3分鐘 直接打起來了 這個熱風山區九星 好 不用這套隊伍直接打了好不好 少女 這個冒險家加奈 出擊 雖然他可能是三階才有操作特效啦 好不好 會不會打不贏啊 打不贏我們就完了耶 喔 臭老兔 改造屁屁兔好不好 在屁眼改造了 喂 有點強耶 不是不是不是 怪怪的怪怪的 哇 黑色精精來了 哇哇哇哇 扛不住是不是啊 加油啊 扛扛五毛 你是我們的最後希望 怎麼會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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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喔 黑色鴨鴨 哇哇哇哇 他是不是獨擊啊 好像會獨擊耶 我剛剛聽他好像哇的一聲了 哇 看他貓掛了 少女 欸 黑色底人極大傷害 可以可以 而且還有裂波 上啊 加奈 哇 加奈這好像還蠻不錯的 喔呦 黑色鴨鴨很多隻 加奈 欸 加奈可以耶 加奈 哇 加奈可以 他如果再 再 不行 不啊 好像不行啊 放慢一點點 他如果再三階的話應該會更猛耶 因為 他三階的話會有那個 打操作的特效 但打這關的話應該會蠻舒服的 放慢速度好像就比較好一點點 哇這個黑色鴨鴨 鐵量很多耶 夭壽啊 夭壽個修 夭壽個修 完啦 啊 死一隻就好了拜託 死一隻就好了 踏踏貓出去 再一次踏 再踏一次 哇 真的有毒擊 真的有毒擊 看到了 欸 死個一隻鴨鴨就好了 拜託你了 我 拜託你了 哇 可以 死一隻了 Nice 喔 那應該是 穩 穩了不少 穩了不少 OKOK 欸 他旁邊怎麼有那個護盾 喔不是 那個應該是那個吧 大妖賢女的那個 的那個法術 應該是這樣 哇 好恐怖耶 還是不能掉以輕心耶 兩隻七歲歲初級 剛好跟我們那個冒險家都是那個 怪木蒙羊隊的 Let's go Let's go 可以可以可以 掛了 那應該就穩了 哇 好險 我以為我要敗陣了 結果可以耶 哇 經濟運勢是真的不錯耶 先中了一隻那個法佬 阿瑪 我們的這個 冒險家加奈 終於是肯登場了 喔 太好了 今天9月14號 是值得慶祝的一天 好不好 這是冒險家之日 可以 熱風山路 我們現在受死啊 都先給 都先給加奈了 好不好 只能這樣子了 好不好 都先給加奈了 他打黑色敵人好像蠻猛的耶 對不對 他打黑色敵人應該是蠻猛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看一下 這個吧 超級經驗關卡 這個我們之前都是用這套隊伍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複製 然後換一下黑色敵人部隊 這套 置換 然後再把剛剛那個 冒險家帶上場 哇 有妹子 就是好開心啊 各位 好開心啊 好開心啊 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換下來好了 加奈極度傷害 走起 這邊那個黑色山豬應該招架不住喔 好不好 黑色山豬 夠夠一波 看你怎麼辦 這盤打爛 走起走起 先來用這個 先把陣線穩定 穩定起來 穩定起來 510 510 OK吧 OK吧 撐住撐住 2200 510 910 910 歐 來了 看一下 這個威力應該非常非常十足啊各位 哇 直接炸爛 可以耶 加奈 有感有感 這種就是很有感的你知道嗎 而且他還有那個 還有烈波 這種超級有感 刷刷一波 加奈感覺可以耶 很扛耶 這不用怕了吧 我們直接打這關都超大聲 哇 直接打爛 加奈太神啦 我覺得加奈可以耶 所以他這個位置其實 也很難被打 呃 哈哈哈哈 控殺小辣 哇 夭壽 哈哈 avail 哈哈哈 直接掰掉 不是這樣子的嘛 哇哇awia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夾帶 可以 你看夾帶 再把海馬弄死了 阿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再打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nice 太好了加奈 加奈兒 再轟一下 再轟一下 他只要不要被黑色地龍打到好像沒事了 炸 可以 喔 nice 加奈兒 有啦 這隻我覺得是有感的好不好 就是黑色敵人的話派他是真的很有感的 而且很期待他的三階 因為他的三階的話裂波會延長 再加上就是會有那個好不好 會有超瘦的特效 我覺得還算是蠻不錯的好不好 這隻 這隻意外的很讚耶 哇 好險有抽到 太舒服啦 我感覺怪母娘隊的角色好像都蠻有感的 那個七歲歲也是 舒服舒服 哇 今天真的是太好運了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跟哲平一樣好運啦 都抽到自己小二的貓貓貓 今天真的是太酷了 四張千元中兩隻超級貓貓欸 太爽啦 很期待 很期待 很期待